远景工上二楼现场逮到33岁黄姓男子并搜索他的卧房 搜出了大笔现金点钞机还有诈保证据好几本存折 还有一叠车辆事故理赔保险单 原来黄姓男子涉嫌购买二手车 制造假车货炸领一千多万元的保险金 事故后的照片拍下进口双B轿车或日系高级轿车 一共有八辆每一辆都是在田边人烟稀少的产业道路 撞上电线杆状法几乎一模一样 八起事故都是发生在去年 手法都是自撞没有监视器的道路 更巧的是车主都登记在同一个人名下 就是33岁黄姓男子 那投保车企业之后呢 在雇用组称的撞车手 前景发现黄姓男子锁定二手进口轿车 车价比较低再保全显 最后找来诈骗车手当演员 开车自撞领保险金赚价差 不过八辆车总理赔金额可以到达一千多万 怎么办到的 业者补充 关键就是这类的二手进口车 因为大CC数加上里程数如果开得多 破好卖折旧后残值非常的低 但保险公司车辆建价评估 通常只看车辆年份 折旧后的价格也一定比二手车市场还要高 才让嫌犯能够低价买入在诈领高额立赔金 TVBS新闻张从敏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